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素食创意厨房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张洁一 素食早餐新潮流 2.一 素食紫薯燕麦粥 早晨的紫色能量 3.二 素食蘑菇黑豆滑豆腐 晨间的鲜味之选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张洁一 素食早餐新潮流 好的 让我们来聊聊这个充满绿意又时髦的话题 素食早餐新潮流 首先我们得承认 素食早餐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时期 当时的人们因为种种原因 宗教 哲学 健康等 就已经在享用植物性食物了 但是 现代素食早餐 哦 这可是一场时尚与健康的革命 在这个章节中 我们将探索素食早餐 如何从古老的传统演变成今天的潮流 想象一下 古代的素食者如果穿越到现在 看到我们的超级食物碗 豆乳拿铁和厄里吐司 可能会惊讶地掉下巴 他们会想 这些绿色的东西真的能吃吗 还是只是用来装饰神庙的 现代素食早餐的流行 可以说是一场视觉和味觉的盛宴 它不仅仅是关于吃蔬菜和水果那么简单 而是变成了一种艺术形式 你可以看到各种色彩斑斓的莓果 坚果和种子装饰在光滑的果仁酱上 或者是那些被精心切割成星形和星形的奇异果片 这不仅仅是一顿早餐 这简直是一场Instagram上的视觉盛宴 而且 现代素食早餐 还有一个特点 那就是 它们通常都富含蛋白质和纤维 这让人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 也能获得满足感和持久的能量 这就是为什么你会看到健身教练和Instagram上的健康博主们 都在推荐那些装满豆类 坚果和全穀物的早餐碗 但是 让我们不要忘记 素食早餐也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体现 它不仅仅是关于食物 更是关于可持续性 对动物的尊重和对地球的爱护 当你咬下那片无肤质的恶利托斯时 你不仅仅是在吃早餐 你还在参与一场静悄悄的绿色革命 所以 下次当你在享用那碗装满了螺旋枣 奇亚子和新鲜浆果的素食早餐碗时 不妨想一想 你不仅仅是在追随一种潮流 你还在继承着一种古老的传统 并且在用你的叉子为一个更好的世界投票 这就是素食早餐新潮流的魅力所在 它让我们在享受美味的同时 也能够感到自豪和满足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一 素食紫属燕麦粥 早晨的紫色能量 各位亲爱的时事爱好者 今天我们要来聊聊一道 既古老又现代的早餐 素食紫属燕麦粥 这道粥不仅色彩缤纷吸引眼球 而且还是一个营养满分的能量启动器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这道早晨的紫色奇迹吧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紫属 紫属 这个自古以来就被视为长寿食品的根精类植物 其实是一种富含花青素的干属 花青素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 可以帮助我们抵抗自流肌 减缓衰老 还能提升我们的心情 想想看一大早就能吃到这样一个抗衰老的食物 是不是感觉自己的一天都年轻了十岁 接着是燕麦 这个被称为全能营养金矿的谷物 燕麦富含膳食纤维 能够帮助我们的消化系统开始新的一天的运转 同时还能稳定血糖提供持久的能量 想象一下 当你在早晨匆忙地赶往工作或学校时 你的身体已经在悄悄地为你的一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现在 让我们把这两种超级食材结合起来 当紫属遇上燕麦 它们就像是营养界的黄金拍档 一起为你的早晨注入紫色的活力 这道粥的制作过程也非常简单 只需要将燕麦和紫属一起煮沸 然后小火慢炖至粘稠即可 如果你想要增加一点甜味 可以加入一些天然甜味剂 比如蜂糖浆或蜂蜜 这样肌健康又不会打破素食的原则 最后 当你端上一碗热腾腾 色彩斑斓的紫属燕麦粥时 不妨想象自己是一位古代的皇族 享受住这份纸属于你的紫色贵族早餐 这不仅是一种味觉上的享受 更是一种视觉和心灵上的满足 所以 亲爱的朋友们 明天早上不妨试试这道素食紫属燕麦粥 让你的一天从紫色的能量中开始 活力满满地迎接新的挑战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啊 素食蘑菇黑豆滑豆腐 晨间的鲜味之选 当然 让我们来探索这道 既古老又现代的早晨佳肴 素食蘑菇黑豆滑豆腐 首先 我们得承认 这道菜的名字听起来就像是 现代健康食品店的菜单头条 但它其实扎根于几个文化的传统食谱 豆腐 这个由大豆制成的白色软块 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 有着超过2000年的历史 而蘑菇和黑豆 同样也是亚洲料理中的常客 它们在很多传统菜肴中 都有一席之地 现在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一块豆腐在早晨醒来 看着镜子中的自己说 今天 我要变得不一样 它决定邀请几个朋友 来参加一个早餐派对 蘑菇 那个森林里的饮食 总是带着一点神秘的鲜味 黑豆 那个健身房常客 以其蛋白质含量自豪 还有滑豆腐 豆腐家族中的绅士 总是那么柔滑细腻 它们一起 跳进了热气腾腾的锅中 进行了一场味蕾的舞蹈 蘑菇释放出它的鲜美 黑豆带来了坚实的口感 而滑豆腐 则在这一切中游刃有余 将所有的味道 融合在一起 这不仅仅是一道菜 这是一场盛宴 是对传统的致敬 也是对现代健康饮食的一次探索 最终 当这道素食蘑菇黑豆花豆腐 出现在早晨的餐桌上时 它不仅仅是一道菜 它是一个故事 是一段历史 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 它告诉我们 即使是最简单的食材 只要用心搭配 也能创造出令人惊喜的美味 所以 下次当你在晨光中 想用这道鲜味之选时 不妨想一想 你不只是在吃一道菜 你其实是在品味一个 跨越时空的故事 这就是素食蘑菇黑豆花豆腐 一个简单 却不平凡的选择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三 素食蔬菜豆浆 一杯营养的清晨醒神 当然 让我们来聊聊 这个清晨的绿色魔法药剂 素食蔬菜豆浆 这不仅仅是一杯饮品 而是一场营养学的盛宴 一次味蕾的冒险 以及一种生活方式的宣言 首先 我们得承认 把蔬菜和豆浆混在一起的想法 听起来可能会让一些人皱眉 毕竟 这两者在传统上 并不是早餐桌上的常客组合 但是 就像时尚界里 不断有新搭配出现一样 我们的饮食习惯 也在不断地进化和创新 素食蔬菜豆浆的故事 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 那时豆浆 就已经是一种流行的饮品了 但是 如果你告诉一个 古代的豆浆饮者 未来的人们会把菠菜 胡萝卜和西兰花这些蔬菜 搅拌进他们心爱的豆浆 他们可能会认为 你吃了太多的发酵豆腐 而开始胡言乱语了 然而 现代营养学告诉我们 这种组合是多么的聪明 豆浆本身就是一个 营养密集的超级食品 富含植物蛋白 维生素D和钙质 而且对那些乳糖不耐受的人来说 是个绝佳的选择 当你把它与蔬菜混合时 你就得到了一杯充满维生素 矿物质和纤维的饮品 这对于那些试图逃离加工食品 和提高他们的蔬菜摄入量的人来说 简直就是一场清晨的革命 想象一下 太阳刚刚升起 你在厨房里 一边听着古典音乐 一边将新鲜的蔬菜和豆浆 倒入搅拌机 机器开始工作 发出的声音 就像是一支交响乐队 而你是指挥家 正在创造一杯绿色的交响曲 喝下这杯素食蔬菜豆浆 就像是给你的身体 打了一针清晨的醒神剂 让你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天 当然 不是每个人都会对这种饮品一见钟情 有些人可能会对这种绿色的液体 持保留态度 就像是面对一位 穿着前卫的时尚先锋 但是 就像所有的时尚和美食趋势一样 尝试新事物总是值得的 毕竟 你永远不会知道 你的心最爱 可能就隐藏在一杯素食蔬菜豆浆中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章节二 素食午餐的多元选择 好的 让我们一起探索素食午餐的奥秘 以一种既专业又不是幽默的方式 章节二 素食午餐的多元选择 在这个以肉食为主流的世界里 素食午餐就像是一股清新的风 吹拂着那些寻求健康 环保 或是精神升华的现代时刻们 素食者们 你们不是孤独的 你们的午餐选择比大多数人想象的 要多得多 首先 我们得承认 素食者在选择午餐时 面临的不仅仅是食物的限制 更是一场创意与味觉的挑战 但别担心 素食午餐的世界 就像是一本无字的食谱 等待着你去填满每一页 想象一下 一盘色彩斑斓的沙拉 不仅仅是绿叶蔬菜的堆砌 而是加入了五颜六色的水果 坚果 种子 甚至是一些豆腐 或者烤素肉 这不仅仅是一盘沙拉 这是一幅用食材绘制的彩色画卷 每一口都是对味蕾的艺术熏陶 再来看看那些创意十足的素食三明治 它们不再是单调的黄瓜与番茄的组合 而是可能夹杂着烤茄子 酸豆 甚至是一些异国风情的鹰嘴豆腻 这些三明治 不仅仅填饱了肚子 更像是在进行一场味觉上的环球旅行 当然 我们不能忘记那些传统的素食午餐 比如印度的咖喱 中东的法拉费尔 东亚的素寿司 这些传统美食 经过时间的洗礼 不仅仅保留了其文化的精髓 更是在不断地演化 适应现代人的口味 而在这个快节奏的社会中 快速便捷的素食午餐 也是必不可少的 素食汉堡 披萨 卷饼 这些快餐界的常客 也都纷纷推出了素食版本 虽然它们可能不是最健康的选择 但在需要快速充能时 它们绝对是素食者的救星 最后 让我们不要忘记那些甜点 是的 素食午餐后的甜点 也可以是多元且诱人的 从不含乳制品的 冰淇淋到无蛋的蛋糕 这些甜点不仅满足了 素食者的甜蜜欲望 更是让人忍不住想要拍照 晒到社交媒体上炫耀一番 总之 素食午餐的多元选择 就像是一场无边界的美食探险 每一次尝试都可能发现新大陆 所以 亲爱的素食者们 拿起你们的叉子和刀子 勇敢地去探索那些未知的美味吧 而对于那些 还在犹豫是否尝试素食的朋友们 别害怕 素食的世界远比你想象的 要丰富多彩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素食柠檬草态式豆腐 酸香 清新的五间料理 当然 让我们来探索这道 充满异国情调的美食 素食柠檬草态式豆腐 这道菜不仅是一道色香味俱佳的料理 更是一次味蕾上的文化之旅 首先 我们得对这道菜的主角 豆腐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豆腐 这位低调的大豆制品 历史悠久 可追溯至中国汉潮 它不仅是素食者的好朋友 更是变身高手 无论是煎 炸 蒸 煮 都能游刃有余 在这道料理中 豆腐扮演的是一个吸收周围风味的白色画布 准备接受柠檬草的酸香洗礼 接下来 让我们聊聊柠檬草 这位泰国料理中的常客 柠檬草 听起来就像是柠檬和草的浪漫邂逅 实际上它是一种香草 以其清新的柠檬香味而闻名 在泰国 人们将其用于汤 炖菜和炒菜中 为食物增添一抹清新的香气 在我们的素食柠檬草泰式豆腐中 柠檬草就像是一位调香师 为豆腐这块白布添上了一抹鲜明的色彩 现在 让我们想象一下 五间的阳光透过窗户 照在装满这道料理的盘子上 你可以看到豆腐块被煎至金黄 周围散布着绿色的香菜 红色的辣椒和黄色的柠檬片 一口下去 首先迎接你的是柠檬草的清香 紧接着是豆腐的柔软和微微的焦香 最后是辣椒的点点辣意和柠檬的酸爽 这不仅是一顿午餐 这简直是一场未绝上的盛宴 而且 这道料理还有一个有趣的小秘密 它是一位真正的国际化美食大使 豆腐来自中国 柠檬草来自泰国 辣椒和香菜则可能来自世界的任何角落 这道料理就像是联合国的美食会议 每个成分都带来了自己的特色 共同创造出一个和谐的全球化味道 所以 下次当你准备一道 素食柠檬草泰式豆腐时 不妨想象自己是一位世界美食的探险家 每一口都是对异国文化的尊重和庆祝 这不仅是一顿饭 这是一次味蕾上的世界之旅 Bon Appetit 或者我们应该说 享受你的泰式盛宴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素食墨西哥玉米饼 五彩缤纷的午餐时光 当然 让我们来探索 这个五彩缤纷的素食盛宴 它不仅能满足你的味蕾 还能让你的午餐时光变得更加有趣 素食墨西哥玉米饼 或者更加风情万众地称之为素食塔可 是一种将传统墨西哥料理的热情 与现代素食主义的 清新融合在一起的创意美食 想象一下 一个脆脆的玉米饼壳 就像一个小巧的艺术画布 等待着被各种色彩斑斓的食材装饰 首先 我们有那些色彩鲜艳的蔬菜 比如翠绿的生菜 火红的番茄 金黄的玉米粒 还有紫色的洋葱丝 这些蔬菜不仅为我们的塔可 增添了一抹抹量力的色彩 也为我们的身体提供了丰富的营养 它们就像是大自然的调色盘 让人忍不住想要一口尝尽所有的色彩 接下来 我们要加入一些富有墨西哥风情的调味料 比如香浓的豆泥 酸酸的鳄梨酱 还有那不可或缺的辣椒酱 这些调味料就像是塔可的灵魂 它们赋予了玉米饼独特的墨西哥风味 同时也让素食者能够享受到与肉食者同样的味觉盛宴 但是 让我们不要忘记了那些微妙的香料和草本植物 比如岩髓和孜然 它们就像是魔法师的魔杖 轻轻一挥 就能让整个塔可焕发出迷人的香气 最后 如果你愿意 还可以撒上一些碎奶酪或者素食奶酪 让它在墨西哥阳光的照耀下慢慢融化 这样一来 你的素食它可就真的完美无缺了 所以 亲爱的食客们 下次当你坐在午餐桌前 面对着一盘色彩斑斓的素食墨西哥玉米饼时 不妨想象一下自己就是那位在画布上挥洒色彩的艺术家 而你的每一口 都是对这幅美妙画作的赞美 Bon Appetit 或者说Biom Proucho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三 素食日式照烧茄子 甜咸浇汁的东营风味 当然可以 让我们一起探索这道 充满魅力的素食日式照烧茄子 首先 我们得了解一下照烧这个词 照烧 Teriyaki 是日本料理中的一种烹饪手法 通常涉及将食材浸泡在油酱油 清酒和糖组成的调味之中 然后烤制至表面呈现出一层光泽 这种烹饪方法能够让食材表面焦香 而内里保持多汁 但今天我们的主角是茄子 这位素食界的肉食替代品 它将以一种全新的姿态登场 茄子 这位东方的神秘嘉丽 自古以来就以其细腻的口感和极佳的稀油能力组成 在日式照烧茄子这道菜中 它完美地扮演了一个能够吸收所有美味的海绵 想象一下 当这位嘉丽沐浴在照烧酱之中 她的皮肤也就是茄子的表皮变得焦脆 内在则是满满的甜咸胶汁 这简直是一场味蕾上的华丽变装舞会 现在 让我们来点幽默 想象一下 如果茄子是一位参加宴会的贵妇 那么照烧酱就像是她的珠宝和香水 为她增添了无法抗拒的魅力 每一口咬下去 都像是在品味一段东营的历史 感受着武士的刚毅与异迹的柔情交织在一起 而且 这位贵妇是个环保主义者 因为她是素食的 在准备这道菜的过程中 我们也能体会到一种和WA有的哲学 这是日本文化中强调的和谐与平衡 茄子的柔软与照烧酱的浓郁 在口中找到了一种完美的平衡点 就像是日本园林中的食与水的和谐共存 最后 当你品尝这道素食日式照烧茄子时 不妨想象一下 自己正坐在京都的某个古老庭院中 周围是樱花飘落 而你的面前是一盘色香味俱全的茄子佳肴 这不仅仅是一顿饭 这是一次穿越时空的味觉之旅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张杰三 素食晚餐的浪漫时刻 好的 让我们一起探索张杰三 素食晚餐的浪漫时刻 这是一个关于食物 爱情和胡萝卜的故事 在这个章节中 我们的主角是一位素食主义者 他决定为自己的伴侣准备一顿浪漫的素食晚餐 这不仅是一场味蕾的盛宴 更是一次心灵的交流 我们的主角不是一位普通的厨师 而是一位将烹饪视为艺术的大师 他的厨房是他的画布 蔬菜和香料是他的颜料 首先 他挑选了一些有机蔬菜 每一颗番茄都像是精心挑选的红宝石 每一片菠菜都像是从地球的心脏中采摘的绿宝石 他知道 这些蔬菜不仅仅是食物 它们是大自然的恩赐 是地球的石鸽 然后 他开始准备一道道精致的菜肴 他的刀工精准而优雅 就像是一位舞者在舞台上旋转 他将蔬菜切成了各种形状和大小 每一刀都像是在雕刻爱情的语言 他抛韧的过程中 厨房里弥漫着香草和香料的香气 这些香气就像是爱情的咒语 能够唤醒心中最深处的感情 当晚餐准备好时 桌上摆满了色彩斑斓的菜肴 有红彤彤的番茄罗勒沙拉 绿油油的青豆薄荷汤 还有金黄色的南瓜意面 这不仅是一顿晚餐 这是一场视觉和味觉的盛宴 他们点燃了蜡烛 倒上了两杯晶莹剔透的苹果汁 仿佛是从伊甸园中采摘的经过 他们举杯相对 那一刻 时间仿佛静止了 他们的眼神中充满了爱意 就像是两颗星星在夜空中相遇 这顿素食晚餐不仅仅是一顿饭 它是一次灵魂的交融 是一场浪漫的仪式 在这个时刻 他们不需要言语 因为他们的心已经在无声中交流 这就是素食晚餐的魔力 它能够将简单的蔬菜变成爱情的象征 将平凡的一餐变成永恒的回忆 所以 亲爱的听众 下次当你准备一顿素食晚餐时 不要忘记 你不仅仅是在烹饪食物 你是在创造爱情的艺术 记住 每一颗豌豆都可能是爱情的种子 每一片生菜都可能是浪漫的开始 让我们举起蔬菜 为爱情干杯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一 素食意识烤蔬菜 地中海风情的健康之选 当然 我很乐意以一种轻松愉快的方式 来谈论这个充满地中海风情的健康美食 素食意识烤蔬菜 首先 让我们穿越回古罗马时期 想象一下 如果凯撒大帝在减肥 他可能会对他的厨师说 给我来点青食 少有少盐 但是要美味 厨师可能就会端上一盘色彩斑斓的烤蔬菜 而凯撒大概会点头称赞 然后继续去征服更多的地方 现在 回到现代 素食意识烤蔬菜是一道简单 却极具魅力的菜肴 它的魅力在于它的简单性和纯粹性 就像一位不需华丽装饰的自然美女 你只需要一些新鲜的蔬菜 比如茄子 甜椒 洋葱和西葫芦 再加上一点橄榄油 海盐和新鲜的草药 比如迷迭香和罗勒 将这些蔬菜切片 轻轻地抹上橄榄油和香草 然后在烤箱中烤至金黄酥脆 这道菜的美妙之处在于它的多功能性 它可以作为一道主菜 也可以作为配菜 甚至可以作为一种美味的三明治馅料 想象一下 一位意大利老奶奶在阳光明媚的下午 用她那古老的烤箱烤出一盘盘香气四溢的蔬菜 然后召唤家人来享用这份爱的味道 而且 这道菜还是健康的化身 地中海饮食一直被认为是 世界上最健康的饮食之一 它强调食用植物性食物 全穀物 坚果和橄榄油 而烤蔬菜完美地体现了这种饮食的精髓 每一口都像是在给你的身体送上一份 来自地中海阳光的拥抱 所以 下次当你想要给自己的饮食 增添一点地中海风情时 不妨尝试制作一盘素食意识烤蔬菜 它不仅会让你的味蕾感到愉悦 还会让你的身体感谢你 就像古罗马哲学家萨内卡所说 生活 如果美好 则长久 而这盘烤蔬菜 无疑就是那份美好生活的一部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啊 素食泰式椰香咖喱 香浓与辣味的完美结合 当然 让我们一起潜入这道色香味俱全的 素食泰式椰香咖喱的世界 这不仅是一道菜 它简直是一场味蕾上的盛宴 一次文化的探险 还有一点点的辣味挑战 首先 我们得承认 泰国菜的精髓在于它的平衡感 甜 酸 辣 咸何苦 它们就像一个和谐的乐队 每个味道都是乐器 演奏出让人难以忘怀的交响曲 而在素食泰式椰香咖喱中 这种平衡被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层次 想象一下 一口下去 首先迎接你的是椰奶的浓郁香气 它就像是一位温柔的母亲 用她的怀抱包裹着你的味蕾 紧接着 各种香料如姜黄 香茅 辣椒和萝卜叶等 它们像是调皮的孩子 在你的口中跳跃 带来一阵阵的香气和辣味 这些香料不仅让人垂涎 还有助于消化 可以说是美味与健康的双重享受 但别忘了 这还是一道素食料理 这意味着它的主角是各种蔬菜和豆腐 这些蔬菜如红椒 胡萝卜 青豆和茄子 它们在咖喱中自流游走 吸收了叶奶和香料的精华 变得既柔软又富有弹性 豆腐则像是一个能够吸收周围所有美味的海绵 它在这道菜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现在让我们来点幽默 你知道为什么素食太师椰香咖喱 在辣味中仍然让人欲罢不能吗 因为它就像是一场美妙的恋爱 虽然偶尔会有点辣 但那种刺激和激情让人上瘾 每一口都让人既想要呼救又想要再来一口 这就是它的魔力所在 最后 如果你还没有尝试过这道菜 那么你可能错过了一次味觉上的奇妙旅行 素食太师椰香咖喱 不仅是一道菜 它是一种体验 一种将你带入一锅情调的神奇之旅 所以 下次当你在菜单上看到它时 不妨大胆尝试一下 让你的味蕾 也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吧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三 素食鼠尼菊豆 温暖的英式家常晚餐 素食鼠尼菊豆 这道菜听起来就像是英国版的味界食物 Comfort food的化身 想象一下 一个寒冷的英伦夜晚 火炉旁的沙发上 一个蓬头垢面的查尔斯 迪更斯式的角色 正捧住一排热腾腾的素食鼠尼菊豆 脸上洋溢住幸福的微笑 这不仅是一道菜 这是一个温暖的怀抱 是对抗英国多变天气的秘密武器 素食鼠尼菊豆的魅力 在于它的简单与纯粹 首先 我们有鼠尼 这是由马铃薯经过精心烹煮 压碎 加入植物奶油和调味料后制成的 这不仅是对马铃薯的一种赞颂 更是对捣碎工具的颂歌 没有哪个除防风具能像马铃薯捣碎器那样 将频繁的马铃薯转化为如此令人欣慰的美食 接着 我们要谈谈菊豆 在英国 菊豆几乎是一种文化象征 它们通常被煮在番茄酱中 带有一点甜味和丰富的风味 僵菊豆铺在鼠泥上 就像是僵硬轮的云层铺 在软绵绵的绿地上 这不仅是一道菜 这是一幅风景画 是对英国田园师的一种致敬 当这两者结合在一起 放进烤箱焗烤制金黄酥翠时 它们就像是英国社会阶层的缩影 鼠泥代表祝勤劳的工人阶级 而菊豆泽是那些在上层社会中 自在游走的绅士淑女 当它们融合在一起 就像是英国社会的各阶层 和协共处的理想图景 最后 当这道菜端上桌时 它不仅仅是一顿晚餐 它是一个故事 是一段历史 是对简单生活的赞歌 素食鼠泥橘豆 这道温暖的英式家常晚餐 提醒我们 即使在最简单的食材中 也能找到深刻的意义 和无穷的乐趣 所以 下次当你在寒冷的冬夜里 想要一份温暖的味界时 不妨试试这道素食鼠泥橘豆 它不仅会填饱你的肚子 更会温暖你的心灵 就像那位蓬头垢面的查尔斯 狄更斯式的角色一样 你也能在这道菜中 找到一份温暖和幸福 所以 亲爱的听众们 下次当你准备晚餐时 不妨试试这道素食鼠泥橘豆 让它带给你一份温暖和幸福 不要忘记 即使在最平凡的食材中 也能找到一份 对生活的热爱和感激 让我们一起享受 这场英式晚餐的浪漫时刻吧 结束于 亲爱的观众们 今天我们一起探索了素食早餐 午餐和晚餐的世界 无论是色彩斑斓的早餐晚 还是浪漫的晚餐时光 素食美食都以其多元性和创新性 在餐桌上创造了奇迹 素食不仅仅是一种饮食习惯 更是一种生活态度和对地球的关爱 在这个多元化的世界中 我们应该欣赏并尊重不同的饮食习惯 无论你是素食者还是非素食者 每一道菜肴都是一种表达 一种情感的传递 让我们用开放的心态 去探索不同的美食 品味不同的文化 共同创造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现在 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你对素食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是否尝试过素食餐点 请在评论中分享你的观点和经验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转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